叫蔡瑞琳 也許前幾天有在電視上看到 我有參選那個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的參選 那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問題 今天不是來講八卦 重點是我也沒有 坦白我有寫一些東西在筆記本上面 但是並沒有很明確的東西 因為坦白說我跟各位 在專業領域上實在是差得非常遠 所以我不知道我能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影職內閣的想法 影職政府的想法 但是在要構成影職政府之前 我覺得應該先構成影職市政府 那我自己現在已經弄了一個 就是專門在監督勞動局的一個地方 那但是坦白說 裡面要形成什麼資料的話 會適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把握說哪些資料會提供 當然現在那個新任的勞動局長賴巷琳 已經答應我說 他會提供一些資料給我們 但是我不曉得他能提供的資料 會到哪一種程度 那基本上我的看法是這樣 還有我跟幾個市議員 我已經聯絡過了 那他們那邊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資料 然後但這些資料當然是可以公開的才能提供 另外就是市政府的公報 還有市議會的公報 那最重要的是每一年都會有預算 然後每一個政府單位都會有所謂的長東中短期的施政報告 各位可以去看 就是我現在需要的是我自己負責就負責勞工這個領域 那其他的就是需要更多的每一個單位 特別是文化環保社會還有民政 這幾個都是需要有專業人才進來 那坦白說我並不曉得說 到底還有就是在這個方面有多少可以請各位幫忙的 可能我心中其實是沒有概念 不過剛剛前一個報告者他提到那個 我覺得司法院網站裡面最難用的是 他每一樣東西每一個法院都 如果你要單獨譬如說你要找林醫師 在哪裡犯過罪的話 你必須要一個一個法院拉下來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先解決才是 我覺得當中沒有疑義 因為他會一直更新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所以如果能找有一個東西可以直接 就是靠各位的能力就是 可以把直接做個見面就搜尋以後 就是譬如說打林醫師 他就可以把全台灣所有的判決都搜尋過的話 這樣子應該是更快的 另外剛剛我也補充一下 就是說如果可能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用罪名來構成會比 就是用條文來構成會比較好 那坦白說我並不曉得說 我請各位能幫忙的部分會在哪裡 但是請粗淺的跟各位這樣報告 謝謝